原标题,韩国全民皆兵是穷兵赌武吗? 形势所迫,但米除兵衣的办法,并非没有韩国处于世界热点地区朝鲜半岛,一直以来因为处于战争边缘,所以拥有着较强的军事实力。 另外也有美军给予的帮助与技术支持,如何看到韩国军事实力增加,其实没必要担心,因为其军队最主要目的,就是防范朝鲜南下。 至于超越日本,毕竟全民皆兵的国家,失数正常情况,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念出兵役。 韩军只从朝鲜战争结束后,从未停止对军事的发展,军队制度一直效仿美军,同样实现四大军种,即海军、陆军、空军、还有韩国版马远海军陆战队,甚至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样戴八角帽,穿特别的丛林米彩服。 虽说是仿造美军制度,看似十分山寨,不过其军事实力,的确是不容小觑的。 虽说不少军民内心对韩国有所偏见,不过韩国的军事实力,的确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,达到了巅峰状态,这一点是不能随便行事的。 总所周知的是韩国的兵役制度,是人人必须服役军队,像韩国一些娱乐明星帅哥亮女,到期都会曾军服役。 所以,韩国基本上达到了全民皆兵状态,而例如在国际性体育比赛过奖的人免服兵役,所以在体育节目中,看到韩国人赢了后,痛哭流涕也不足为怪了。 霓虹灯下光鲜亮丽的首尔城内,都拥有防空设施,几乎是全副武装了。 不仅仅每个韩国人的服役,韩国企业大多数也设。 集了军工,你也许听说过三星手机,三星电视,也许年纪大一点的知道三星洗衣机。 不过,三星除了这些电器外,还设计了几种东西,就是制造F-16战斗机,和自主研发的6X6轮式装甲运输车, 以韩国军工最拿得出手的K-9次型榴弹炮,这点是无用之一当,因为K-9曾与国国P-LZ-45次型火炮竞争并出口土耳其,另外战舰潜艇上各自电子设备都有涉足。 韩国军事实力客观来讲是较强的存在,毕竟属于战争的边缘,至于日本,再怎么闹也受到条约各自制裁, 钻条约的空造出来一些东西也不是很实用,比如一堆能起飞F-35的准航母, 其实,意义不大,坐在能力是远远不及航母的,所以,韩军超越自卫的属于正常的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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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